我配合的时间也比较长 今天说陈起发挥的稳定性将会决定 1比1王浩发球 第二呢能够抢先上手 又是这种抢先的上手啊 就像混双决赛当中 当时王立钦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比赛纳入到自己的节奏 这个球呢摆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看这个王立钦确实脚底下移动很快 看到这个马林要挑自己的反手位 一般运动员他就用反手去防一般 出 上 好好发球 上 出 很坚决 看到要拉自己的反手位也是果断的侧身 有一个倒地的拉直线 挺可能的能够一板的一次 因为又是一个 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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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决赛当中打得就很有气势 出 desaf 出 出 出 对 出 出 铺上来 挑 马林的想挑一把直线 冲 走 好 好 行动这个双持啊 确实把这个王立冲 走 走 走 来 打他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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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稳定性强 来 我们看到 这个 孔号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看刚才这个球的慢动作 王昊是推了一个中路 有的时候这个拉手过大以后呢 这个球点比较晚 反而造成自己这个拉手的失误 增加 好 这个球的比较好 人家说给马林这种机会 基本上是经常能够一半的 从进攻的质量上来看的话 应该说双方都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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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一名 对 所以 在场上显得比较 是 就是 是 的 对 是 你 是 就是 对 对 对 是 我 双方在冰击两排都有点乏力 而且角度也比较大 而小时中国英国也让这个 确实是走中 我们来看 王浩又是在单手撑地的情况下 在左手拉了一个斜线 把球打中 刚才这个回合的进攻也是 激起了现场关 确实是一个非常兴奋一个选手 容易兴奋起来 现在台内 双方又开始 三层台的对拉 马林发球 运起球 哎呀 这个球呢 虽然是一个运起球 但是你看这个 陈启上了以后拉了一个下球 所以这个黄立琳在拉球的时候 他妈妈的年轻 不管是 celle的 网友 他说 袁赫 这个黄畅 对 是 您 您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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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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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我又是想变弯线拉直线 然后艺术很不错 所以他手机拉多了 而且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出这个马林和陈琪两个人是比赛 就 王毓席的粉弃 球球失误了 缓ây的去救 王毓席失误了 这样马林沉起 就 逆转 在上了